今天來到九龍城嘉福縣1200呎新員工的單位 四房兩廳13萬全屋家才可以搞定 一入門右手邊我們做了一個L型到頂組合櫃 之後我們打開門板 可以見到門板比我們平時的門板打開的角度大很多 這個是因為我們做了175度的門教 整個櫃存物量真的很大 尤其是轉角位 屋主自己都說最喜歡這個位置 而且左右兩邊都是圓弧的設計 高級的同時又可以防止控箱 我好像這個弧形的設計 展示櫃用了玻璃櫃門 內置燈底 有喜歡的酒或包包都可以放在這裡展示 都很漂亮的 中空位加了陷入式的燈底 可以擺放自己的小物品或者鎖匙 都很方便 好 大家一起去看細房 大家會見到 細房我們做了一個床尾衣櫃 床頭櫃加在地台上的 旁邊是一個大的書櫃 床尾一個到頂衣櫃 床頭櫃都是用玻璃櫃門 這樣可以展示小朋友喜歡的玩具 而且小朋友自己都很喜歡這個位置 為了利用好空間 還為細房設計了一個大書櫃 小朋友更細 以後的書就有地方放了 接著我們一起去看看中房 大家會看到中房就有點不同了 中房是做了一個床尾衣櫃加地台床 再加上一個組合的飾物到頂櫃 地台床 床尾一個到頂衣� 床頭一個到頂櫃 中間一個展示櫃連吊櫃 床頭一個到頂櫃 中間一個展示櫃連吊櫃 甚攻的效果都添加了不一樣的範圍 中房展示位就是比較多 令屋主要求是擺放小朋友 自己喜歡的擺件和書 接著我們一起去看看大房 大房就比較簡單 三件套衣櫃、床頭櫃、地台床 加上一個書櫃 地台床佔具大收納 床頭櫃方便放平時自己的手機 一個到頂衣櫃、一個吊頂櫃 還有一個細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所有櫃門用了175度緩衝緩隔 開合方向大很多 再來一個細節 玻璃上回櫃門就會配這種小器材 防止它突然爆下來 最後來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配置就比較簡單 編配永遠不會過時的地台床 加上床頭櫃 最後一個滿場到頂衣櫃 床頭櫃這個軟包的設計 方便我們是靠床頭的看書 或者玩一下電腦 而且儲物量都很大的 其實這樣的組合都很經典 沒有看好像很簡單 但也不是很簡單 最後要訪問一下業主 看看他的意見 最喜歡這次的設計是誰 我房間的玻璃櫃 那可不可以帶我們去看看 可以 走 就是在這裏 那你為何不喜歡它呢 先說一下 因為光都很大 蛤 很大 可以放一些小火車 玩具 嗯 那你喜歡它 就是因為這個玻璃櫃 可以放你自己喜歡的玩具 那是甚麼 而且地方都很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怎樣啊小朋友 喜歡這次的設計 我很喜歡 哦 其實我覺得 一家屋不需要繁華的裝修 一家人兩夫妻三餐就夠了 我是巨巨有需要找我們